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这个题目后来我拿到之后 想到过去我曾经在这个场合 这场合曾经来谈过一次 跟数位电视有关的东西 后来我就整 我就把它整理一些东西出来 就是说上次来的时候 我拿了一个档案是有关于日本的 NHK在发展无线电视的过程里面的一些历程 这历程很像台湾的无线电视 非常非常像 有一些东西我会在今天这个场合跟大家报告 那今天晚上我大概可能还有两个不同的case 一个case是刚好最近 我的车有蓝牙 那是蓝牙 一定要搭配一个行动电话 那我后来我去买了一些美工室公主 还不错的一个行动电话 但是呢 数位的东西就很麻烦 它就不能匹配 就不能匹配 怎么弄就不完定 这样 那就让我感受到说 怎么会这样子呢 数位应该很好 可是问题是你一直之间没有沟通 没法沟通 想再做文具的工程 大家就知道 好的东西它就很孤僻 很孤僻啊 你我之间不相容 或者是有哪些地方 不是很内容的话 它就会找你麻烦 所以法德比类比很差 类比的时候 还没有这个问题 反正数位呢 会有这个问题 那这个是我们所谓 以前类比是什么 只要插得进去 只要你能够接得通 就通了 可是数位不一样 你还有什么 你还要 彼此间还有一些 对话的关系 那我想这个是我 我第一个感受 最后我就去买一个 文化的一个 不是很好的 这个机子 不错 很稳定 所以数位东西也不见得要好 最重要是能够沟通 那个protocol 这种协定能够沟通 比较重要 所以我就想 那当我在买这个机子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机子拿出来看一下 研究一下 因为新机子来了 我就把那个机子拿出来看一下 那说明书 其中有七八种 就让我想到DBB的H DBB的H 所以今天我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就想DBB有四个 DBBH DBB S DBB C DBB T 有四个 那我们T是代表无线的 C的是Cable S是代表Cable H是代表Cable H是代表Cable 所以我想今天 刚好我就拿一个日本的Case 一个NHK的发展Case 一个是DBB的H的 就可能跟手机未来会结合的功能 那我就把那几个内幕 把它掃描到这个答案里面 所以待会我秀出来 秀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第三个刚好在去年 去年台北县政府委托言和报 在做一个推动数位电视的调查 有线电视 它有总共14个信 那刚好我是台北县的有线电视的基金委员 对144的信用 都有一点点的必须要沟通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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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身份 所以你整个它发展数位电视的过程里面 发展到什么程度 后来就找到那个海山大峰 海山大峰推动一个 算是我们把什么叫失败的个案 失败个案 那为什么会失败 为什么会失败 也就是说今天数位电视要发展 不是你观你们来说科技很好就很好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我刚好今天找到三个Case 再跟大家分享 那还没有谈 今天晚上我来报告这些 首先还是要跟我们有几位的朋友 才会怎么看起来好像平常没有看过他们 那个程度把你动出来 今天晚上我在私心的硕士专班 硕士班有课 他们几位 大概应该会有十位 十位 有十位朋友是私心的硕士班的 已经不是学生了 不是一般的 就是我们当作在业界里面做了蛮久的时间 那刚好回到学校去修硕士班的课程 那刚好我在那边教课 没想到台的时间刚好礼拜二晚上 我还想了半天 要调课要请这样 什么都不对 干脆就一起上 反正一个议题 大家也需要了解一下 一起上就好 我知道这个班二十五位 那会到一半就不错了 看起来六十个位置 一半十五个 看起来很寂寞 所以这样的话看起来就很好 看起来有人上课 捧场 所以他们十位 非常谢谢他们 今天并没有在教室里面上课 那边的课程是一个节目行销 节目行销的课程 我想数位这几年来 我在帮政府公务们 再做一件事就行销 怎么把数位行销出去 说点人家听 大家愿意接受 我们大概有三块 一块是生产者 他愿意不愿意嫁进来 那生产者有两种 一种是content的生产者 一个是系统的经营者 平台的经营者 他愿意愿意进来 愿意投入到这个数位里面 我想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的话是谁呢 这是我们所谓的消费者 消费者了不了解 那政府要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引导这两种人进来 一个是content 或者是平台的业者 愿意进来 进来烧钱 有没有希望 不知道 就请他们进来 这样 那借购或环境 第二个是 我们要推销 消费者要知道 因为消费者是意识父母 再说你我 转个身我 都是消费者 我们不使用 大概数位就被 全世界都一样 我们不使用 大概数位就被我盘 所以我想今天 我扮演角色 其实某种程度 这两三年来 都在帮政府 做这么一件事情 目前为止 我还是刚刚明天 有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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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天还要开会 无线电视的数位平台的推动 我刚好也是委员 后天还要开会 我们就希望说 公司在主导这个事情的同时 跟一个私家无线电视的 我们称调电视学会 我想在座可能也有学会成员 那这个成员 我们跟公司之间 要跟政府那边留一笔钱 大概固定的一笔钱 每一年的钱都不太一样 那最近我们在推 这一两年在推的 这是把Gate Freedom Gate Freedom 这是我们所谓的补锡站 然后补齐 为什么要补锡 要补齐 不补齐的话 无线电视 没有转机站 没有中继站 大概就没搞头 就没搞头 它不像卫星 一个卫星打上去 反正下来以后 普照天下 但是无线电视 就一站 坐一站 过一站 那我经常在强调 无线电视最麻烦的地方在哪里 它可能跟有线电视不一样 有线电视 拉到哪里就算哪里 无线电视是什么 是站 密度多少 为主 那无线电视我想在座 我们都学工程的 比较为主 工程组的 这个朋友为主 所以工程的人大概都知道 哪里的年代 我们的战 我们的战 虽然它会有可能 可能会有所谓的干扰 可能会有鬼影 但是至少受得到 但是数位的时代 战不够的时候 要么就是马赛克 要么就是完全受不到 完全受不到 所以它的抱怨可能会更多 现在我们真的蛮焦虑的 2011年是我们现在 所设定出来的极限 2011年 2011年的时候 我们要把雷银当收回 如果说到时候 一收回以后 人家看不到电视人 我看都会挑角 所以这件事情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我们头很痛 头很痛 为什么呢 因为去年有一个 前年 前年有一个 林家王林区长的那个挑款 所以因此 这边斗结三亿多 全部都是股西站的钱 所以股西站停了一年 今天一年 那去年有摇文字的条款 每年都有条款 每年都有条款 反正 近年大家也没有什么 郑文餐的条款 因为郑正 他现在反正 他是变成一个 好伯伯 好伯伯 因为他现在也没有什么惩罚 他没有所谓的换造 没有惩罚的 他这边只有当好伯伯 就是我们可以奖励辅导 在办金钟奖 办一个什么 辅导 给钱 撒钱的单位 所以基本上来讲 就没有色彩 他没有色彩 他没有色彩比较好一点 就是说 今年 例外给的钱 也比较 好像 比较宽余一点 比较宽余一点 所以今年的补西站 我们后天的开会 我们会加速 把补西站 竟然快一点 因为这个补西站 目前为止 这个补西站 说实来还不够 不够 但是补西站不够 无线电视要退数位化 很难 很难 所以这件事情我想学工程人 我们应该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今天我要报告的 应该有三个议题 一个议题是说 这个无线电视 这个发展 这个数位电视过程里面的 气息在哪里 挑战在哪里 问题点在哪里 机会点在哪里 从实话的分析里面 可以去思考 那另外一个是 从那个有线电视 有线电视 有线电视为什么失败 这个原因在哪里 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海人大工的一些经验 跟大家分享 那这个 那另外一个是说 我们所有的无线有线也好 卫星也好 我们的电视 以后还算不算电视 这个就很连速了 这个数位电视 是今天我们在做你我 我把它取的叫数位电视 以后还叫做数位电视 这个名字还会存在吗 可能会不存在 可能我来些习惯上就不会说 我们不叫数位电视 我们叫什么 叫数位影音 有的就是我们叫影音产业 就不叫数位电视产业 或广播产业 不要这样讲 可是我变回影音产业 为什么影音产业呢 因为如果说今天我的声音 是来自于广播跟若媒体 那你要叫电视 还是叫什么 那不是电视的话 可是它还是在电视频道里面播出 那怎么办 对不对 第二个 接收的不是电视机 以后数位电视 不是电视机接收 那你就称它为数位电视 那不是很好笑吗 不是很好笑吗 如果它是那个handy 或者是那个行动的机具 任何行动机具 包括我 我现在手离电脑 knowbook 对不对 做MV的东西 我来看电视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理所当然可以啊 那你要叫它数位电视 也蛮怪的 蛮怪的 蛮怪的 所以我讲今天我们要有一些 结构性的思考 藉着一个机会 我们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今天晚上 就把自己整理一下 理一下 所以我今天把那个 行动电话 这行动电话就这一支 这次行动电话刚买的 为了要去 适合我那部车里面的蓝牙 所以我去买了这一支 看起来不是很高兴 很愉快的 但是呢 那它的功能就是 未来可以跟影音结合 可以跟图影下层 可以做MP3 可以做一些什么 自我的一些 所需要的东西 等一些附加价值服务 一般我们把它称为 叫做应用服务 应用服务 叫Application Service 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现在正面推的 那刚好 我不知道上次来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说 刚好最近 这个 经济库工业局 准备要推动 这个 所谓的数位电视 跟数位广播 在应用服务这一块 应用服务这一块呢 能够让它成型 让它起飞 让它起跑 所以因此呢 就有设立一笔基金 这笔基金 那刚好我也是 这个基金的委员 所以我们正在推的时候呢 就是说 以后数位广播电视台 数位电视台 如果说你要做 数位电视跟数位广播 进去找新闻局 找新闻局 看看它愿别辅导 愿别奖励 但是我们知道 当然我们在发展 数位广播跟数位电视的同时 我们鼓励的 并不是只有在 电视跟广播 是你有一半 你要是回到你的广播 跟电视的服务 但是不要忘了 另外一半 我们鼓励是什么 做其他的附加价值 或者是其他的应用型服务 所以应用型服务 就是我们所谓的 手机里面 可以做的一些服务 包括点选 包括互动 包括未来的 独立下载 包括未来的 动画 包括未来的 这里面的一些设计 包括未来的 双向互动 包括未来的什么 包括未来的什么 风包传送 包括未来的电信的回传 不是如此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想今天晚上大概 我就把这个东西 把它整理一下 那为了使得这个整理 能够有一个 比较有系统的 所以我待会的报告 就按照这个投影片来 但有少数集 让我们把它拿掉 我记得好像上次来的时候 我们在谈一次的课程里面 我曾经也谈过 所以我就把它拿掉 如果略有重复的话 就很抱歉了 因为我今天 必须要整个把它谈下来 希望说 能够给各位提供一个 比较完整的 数位电视发展里面 契机跟挑战 我想这个是第一件事情 好 那时间7点20分 我们现在就开始 今天晚上的内容 我就顺着这个来 这张投影片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就是一个朋友 一个朋友 他刚好到学校来演讲 我看以后 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 我感觉他讲的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常历我一直在推动一件事情 就是说 媒体数位化跟数位媒体 也不一样 不一样 媒体数位化是 关起门来我都数位化 像这个地方 我这里面很多数位化的东西 但是呢 跟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是隔离的 只在这个空间里面的数位化 但是我跟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是隔离的 也就是说我今天呢 我是一个没有办法跨越平台 而在这个地方封闭的空间 如果自己数位化 那早就数位化了 什么都数位化 摄影机数位化 录影机数位化 录影带数位化 对不对 我储存数位化 简介数位化 声音数位化 包括我们的后置 所有的空间都数位化 电脑 2D 3D 电脑绘图 电脑动画 通通数位化 可是搞到数位化之后 就是什么 没有所谓的通路 传播之所以称为传播就是沟通 传播的英文叫沟通 沟通是什么 是两张之间可以对话 怎么对话 像我这个场合 我来报告 我们大家都在对话 很简单 有问题也没有 没有问题 那我再继续 这个叫对话 这叫沟通 但是它是个封闭空间的沟通 如果今天我的沟通是什么 是这么沟通的话 我的影响力不大 我必须要跑遍全台湾 多少场 不要说2300万 我们就说这样 就1000万人口 我说1000万人口 我要50个人 要1000万人口 我要跑机场 才可以把这个花加弹 那这种 这种怎么有效呢 当然 这样是最有效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量不够大 那量不够大 你怎么赚到钱 这个就是所谓的 经济规模就不够 经济规模不足的情况之下 你的效率就低了 这不是我们传播要做的 特别是大陆传播 大陆传播要做 大陆传播要做的事 是我可以在同一个时间里面 影响到很多很多 不知名的对象的人 然后这些人 他会随时随地 都跟我保持联络 为什么 因为我不断地制造 很多你要的东西 不断地制造一些 你会注意看的东西 因此我是一个 注意力的经济学 然后因为注意力 就会产生什么 影响力 那有影响力之后 然后我就开始 我才开始有电视台 做了很多很多节目 然后我就开始有新闻 可以开始骂人 对不对 骂到政府会怕我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影响力 那我影响力之后 广告就要进来 因为收视率高 管你是骂谁 反正有人看就好了 那广告就进来 为什么我就赚钱 这个东西就是 注意力影响力 跟所谓的业务力 它是完全结合的 绝对不会跑掉的 那因为跑不掉 所以因此呢 大陆传播一定是什么 是要广而播之 广而播之 所以它名字叫Bowcast 它不叫Nanocast Nanocast 是什么 像这种叫Nanocast 载播 我播给少数人 少数人 哪怕我的网络里面 像我现在 比如说自己有一个 什么部落格 其实我给人 那是广播吗 是广播 但是问题是什么 是很少数人在使用 所以那个还是要载播 那是载播 所以在我们的学术名词里面 就把Nanocast 跟我们说的Browcast 把它分开来 那这个部分 在这个场合里面 我们不要了解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这一张 只要讲讲到一件事情就好 什么叫传播 传播是什么 是有要说话的人 有要听话的人 有要演戏的人 有要看戏的人 这两张之间 在不同的空间 不同的 不知名的 不知名的对方 然后呢 也不知名的对象 但是呢 它会透过一个链路 来看你的东西 那这个链路是哪里 很简单 传播有三网 卫星网 还有什么 固网 还有什么 行动网 就三种 我们传播就有三网 这三网 所以这三网里面 我们只能去运用它而已 那固网就分为宽网和平 又有宰网 对不对 那这种所谓什么 宽平网 宽平网就包括哪些了 有些人都不算 它是必然的宽平 对不对 像现在我们所谓宽网 然后提什么ADS 到后来T1等等 这些都是宽网 它只要超过多少M的流量 它就算宽网 台湾我们剩下1.5M了 这种只剩下 你跟香港人谈的时候 香港人笑到教养 1.5M在我们这边拿算 对不对 它没有8M以上 它不算怎么宽网 所以这个每个国家认定都不一样 那因此呢 它的基础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对于宽平这个定义 它就保持了某种程度的弹性 每个地方 你设定一个流量 这数字就可以一个 这个是宽网 那这种是固网 固网是固定接收 跟固定传送 这两个叫固网 那行动网 就是我们所谓的TVB的T 这种无线电视的 为什么叫行动网 就是因为它行动接收 所以其实无线电视能够打败 或者是打死这个有线电视的 其实就是一件事 就是行动接收 行动接收 那这种行动接收呢 就是我们以后要发展 数位电视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行动接收 要让行动接收接收得很快乐 接收很快乐 我上次来的跟各位报告说 比如说像明智推动交流台 对不对 我们的那个菲莱逊的那个 很不错啊 真的很不错 那后来发现它的业务力很低 为什么 因为当广告主要下广告的时候 经过询问的结果 我出去以后十四台 不是十四台都能够一样的品质接收 还要看点 看你的点 所以这时候呢 它开到马铁的时候 可能这边台式接收不好 台式的三台接收不好 当那边以后中市的三台不好 那当那边以后华市的三台不好 这边以后明市的三台不好 那两台不好 对不对 这三台不好 所以这个 这会牵涉到 往下广告的时候啊 它没有办法一字信 它没有一字信的话 它怎么做生意 没有办法做生意 所以这里面就会牵涉到一个 蛮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说当我今天我要去做什么 做这种所谓的媒体数位化的过程里面 这OK的 到公元2010年之前 大概我们都给完成 为什么 因为2011年之后 我们就要把类比要收回 类比要收回 但是类比收回 它不是针对媒体数位化 是针对什么 针对数位媒体 所以这个我们就会看 整个数位媒体的发展 会在这个地方会崩活 为什么 因为有几个东西进来 但是还不成熟 像比如说Net TV 比如说像IP TV 对不对 这个东西呢 它EveryFile 就是所谓的地方 都被接收的一个 一种网路 网路的这种电视的接收模式 影音的串流模式 这种东西呢 我们就必须把它变成可能 而这种可能 这个可能 到目前为止 它这个东西呢 并不是所谓的 国家政府机构 目前所给予的特许执照 目前给予的特许执照 不就包括哪些呢 无线电视路 无线电视的部分 包括有线电视系统的部分 它有它的量 我可以制定它的量 但是网路跟 所谓的IP TV 这种东西呢 它以后呢 它进来之后 可能就会 营造不同的环境出来 所以我也不断的 跟政府的官员呢 在分享 我是说 今天 我们经常在讲说 政府有钱 政府有权 政府有权 因此 大家听明白 哪一天 你没有钱 但是 你有没有权 这个权是什么 是因为今天的科技 到目前为止呢 告诉你 所谓的 电波是稀有资源 有一天 电波不是稀有资源的时候 电波不是稀有资源的时候 人家还会听你的话吗 第一个 第二个呢 那天我在NCC开会的时候 我也特别跟几位委员呢 特别报告 我跟他说啊 你今天满脑子都在想 管理 管制 这个资源好不好 好 好 管制这个资源是什么 是在非常实行 用非常手段 可是今天 之所以管制不管理 有开放政策 没有传播政策的情况之下 今天我们的业者没办法赚钱 那因为他没办法赚钱 所以他不敢烧钱 因为他没有目标 不确定因素太高 所以他引不进来 那今天政府的责任在哪里 我刚刚不是讲吗 他做三块 第一块是谁 就是要引业者进来做内容 引业者进来做平台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块是什么 是消费者愿意来消费 我的数位的东西 我的数位的东西 这是第二块 第三块是什么 因为有消费者愿意消费他的内容 或消费他的一些情景 这内容包括影音的东西 之后就开始有产业要进来 机具产业要进来 机具产业要进来 所以我要推动 这产业要进来 那这种东西要进来 那这种东西要进来 比如说像广播 我们要找谁 找汽车 汽车工业 只要六四万以上的车 我们就拜托你帮忙一下 好听叫帮忙 不好听就是 你没有这东西以后 就不让你进来 不让你生产 政府唯一的手段就这样子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很容易了 第二个呢 你要说啊 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件事 做一件事 那你就帮我什么 Digital Tuning Bewing 然后变成Digital Rating 这个字应该 Digital Rating 什么叫Digital Rating 就是把你的Tuning Bewing在里面 置物在里面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一部东西呢 你都不必再 额外在那个Sanamount Sanamount Sanamount很烦 很烦 当然我更希望能够 有线电视啊 或者我们的大电视啊 甚至把它动整图 那盒子把它弄在一起 但是问题就是 牵制到两件事情 我相信各位可能 比我更了解 第一个什么呢 他背后的投资的 外国常常不一样 第二什么 这康廷他不想游通啊 说难听一点 就是那个CAA 他不叫孔子 因为这样的话 他才能够掌握 所以这个是Setup Box 这种东西呢 鸡上河 它是短暂的 但你不要认为 它短暂的 公元三千年 这个东西还是存在的 为什么 任何机具都发展 一定有不足的地方 就跟家里面 永远少一个房间一样 再大的房子 都还是少一个房间 一样的道理 有一天我想到 我有一个新的功能 想进来 可是新的功能 这个机具 我已经package 再生产了 那你说 你不能为了这个东西 我再额外 再明年再加一个东西进来 不可以 刚才这样好了 这个技术也不成熟 那你先摆这里 所以这个叫机上河 这都是机上河 所以公元三千年 四千年 还是有机上河 一定会有机上河 最早期的机上河 那是干嘛 就是以前我们只有十三频道 弄个机上河在干嘛 你接收到第十三频道 然后按一按 那就是按到五十一 不是五十 后来机上河 这个机上河没有了 就感觉 那我们要看A片 那给你一个机上河 那现在干嘛 接下来我数位 给你机上河 接下来我给你附加价值付 给你一个机上河 未来 可能他还有跟什么东西 我想没想到 我也不知道 学科技人在想什么 有一天他想到 有一个功能要进来 再给你一个机上河 因为什么 因为它是短暂的 还不成熟的 大家还不敢接受的 情况之下 机上河永远是存在的 只是存在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讲 Ready的东西要进来 所以这名字叫DitorReady 为什么叫DitorReady 就是我们现在从今年开始 不是有三十一寸以上的电视机 要弄吗 明年二十九寸以上的电视机 要弄吗 二十七寸以上的电视机 要弄吗 后来就全部都搞定 所有的数位电视机 全部都搞定 这个叫阶段性生产 那这一套是来自欧盟 欧盟 参考欧盟 欧盟的做法 欧盟做法里面 就告诉我们说 你现在一下子 把全部电视机搞定 要变得数位很难 所以呢 你竟然买得起 三十一寸以上的电视机 就表示说 你的能力够了 那既然你能力够的话 我干嘛 在跟你客气 在跟你客气 你能力够的话 那我就强制你 所以慢慢阶段性的强制 强制到最后 那普及化 大家不用承认 就是全部普及化 所以这个阶段 刚好在几年 这阶段刚好在几年 民国一百年 算过了 这个民国一百年 不是我定的 也不是谁定的 你要不要 找位置坐 可以 找位置坐 这个真正有点 好 那我刚刚说 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今天 我们在推动一个新的科技的过程里面 大家可以想象可以理解 可以想象可以理解 什么事情 就是说 Cellabox 永远是存在 只是Cellabox 做什么而已 Cellabox 做什么而已 好了 那今天我 我一开始到现在为止 这个季度有点慢 七点半了 第一章还不走 那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今天 我要推动数位化过程里面 它的发展 它的契机在哪里 首先一件事情 就要把事情搞定 拿几件事情搞定 那些事情 第一个 要把所谓的 一般的民众教育好 第二个 要把产业的人 引他入卧 第三个 要把生产内容 或者是媒体的平台业者 引他进来 这是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让他搞定 这样的话 就是三个 网络里面的三个条件 三个元素就完成了 一个是 硬体业者 一个是 软体业者 一个是 媒体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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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路业者 通路业者就完成了 所以我们就三体完成 三体完成之后 才会变成指挥的数位媒体 否则的话 不要谈数位媒体 我不认为数位媒体 到目前为止 是成功的 到目前为止 真的有问题 因为我们产业界的 硬体的部分 跟我们消费者的 接收的 接收的积聚的部分 基本上都还没有很稳定 大家都相同性 compatible 之间是没办法的 所以我今天想到 一个客截 它一定有三性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相容性 一个是延伸性 延伸就是我们叫延伸出去 数位媒体 基本上来讲 为什么我说 今天我不取名叫数位电视 我要把它取名叫数位媒体 原因在哪里 因为它不能是电视 如果是电视的话 用电脑看电视 不是叫很奇怪吗 用急动机具来看电视 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一直到我们心态 它是一个数位影音媒体 它是一个数位媒体 它可能数位媒体里面 哪一间 你看到 这里面根本没有电视 电视就会生个电视 因为它画面 它们会动 它是用电影的概念 把它用到 把这个video 这个video 这个vision 这个东西 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遥远的地方 遥远的这个字眼 英文叫什么 telling 只要你以后看到telle 开头了 通知是遥远的地方的东西 tellisco 对不对 望很近 having是什么东西 通通是远的东西 所以tv是什么 是vision 把它放在遥远的地方 然后遥远的地方 就是要network 网络 或者是它的connection的东西 要进来 不是如此 所以数位媒体 基本上的概念 它跟媒体数位化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因为完全不一样 那我今天晚上 不是今天晚上 不是昨天晚上睡不着觉 刚刚今天早上 起床的时候就要想 今天为各位报告 我要想什么 我要谈什么会比较好 那我就在想 有一几件事是我 一直在想的一件事 就是说 今天我们认为数位科技 赞助各位 我们是工程主为主 随成了工程主的人 对科技 都有一种某种程度的向往 某种程度呢 我们会有依赖 那么向往跟依赖是什么 是一种什么 一种什么 一种期待 那科技 来自于人性没有错 但是问题 人性它会不会 期待科技 给它什么东西 今天如果说今天 我们说白一点 一个好的科技 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好的科技 没有人用的时候 这好的科技是 不能有功能 不能发生效用 所以它就没有床波的功能 床波是什么 是给不知名的对象 而且大部分大众的不知名对象 那这些人不用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 所以只能我就 弄下来之后 我就感觉 这五件事情啊 我们好好来讨论一下 那这样的话 接下来我们往下走下去就快了 后段我就可以快一点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众 我来自我 一位 我愿意 那 estava 我们的员 就是 我晚上 明ро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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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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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它从东京、大阪、宁古屋,这三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台北、高雄和台中,一样的。 宁古屋就是台中了,大阪就是高雄了,东京就是台北,这个概念很简单。 它从三个不同的都会开始发展它的数位电视。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从这几章里面,我们要看出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日本人因为它有这么一个环境,所以在发展数位电视的过程里面,它有它的气机。 但是不要忘了,任何的气机的东西都有它潜在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这里面先知道,这行动电话有几个先天的这个什么,局限电池的问题,萤幕的问题,频化的问题。 那无线电视里面的局限?各位想,无线电视里面的局限? 当然也有它的局限。第一个是什么?我不断在提醒,它的gap film。 因为它未来它的那个,所谓的中计战、转计战的问题,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第二个是什么?因为它gap film有问题的话,它的覆盖率就有问题。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我们知道,我们要从内比转成数位之后,这个过程里面呢,它的setup box还是要build in的问题。 那这个都是碰到的问题。第三个是什么?无线电视基本上来讲,它有它的平宽的受限。 还是有它的平宽的受限。比如说像台湾,我们有第一弹金王的SFN。 SFN,第一弹金王,第一弹金王。 那么给了无线电视之后,一个电视台最多还是三个频道。 你今天如果是你拿了三个频道,你怎么去作战呢?没法作战呢? 你跟一个电视台,有线电视台来比,怎么去比? 你跟卫星电视,Direct TV怎么比?Direct TV它一摆,就285个频道。 200多个频道摆在你面前。你怎么就跟它比?没法比。 所以比频道比不过于人家。 所以无线电视就碰到最大的麻烦在哪里?就在这个地方。 它唯一的好处在哪里?免钱。不要钱。 但是呢,最大确定在哪里?也是不用钱。对不对? 因为它不用钱,它只有一个收入,广告。 可是问题是广告。如果是老三台独家经营的时候,没问题啊。 问题是慢慢卫星也多了,有线电视也多了,网络也有了。 广告组,它会把钱全部下在无线电视里面?不会的。不会的。 它会把他的钱放在哪里?放在可以赚钱的地方。 它怎么会那么笨,还是摆在无线电视里面? 所以全世界都一样,都碰到这个问题。 只有两个国家,基本上来讲,还是无线电视很强。 因为第一个,像日本是保护的,像韩国也是被保护的。 韩国也是被保护的。所以韩国到目前为止,无线电视还很强。 但今年开始有一点点的感觉,好像无线电视被挑战。 今年之前,无线电视都很强,在韩国。 韩国的SBS、MBC跟KBS都很强,但目前为止还是很强。 而且他们有史以来到现在为止,到今年为止都还在。 所有的无线电视的广告发稿,他们本来就是在同一家公司,Covaco。 有一家公司叫Covaco。 我统一来收广告,然后由我来分辨给台式、中式、华式、KBS。 然后MBC、SBS,他们这样来搞。 所以因此,这家公司很强。 在发稿能力很强,在西京能力很强。 那无线电视又是它保护的对象。 所以韩国跟日本到今天为止,无线电视都很强的原因。 那这个东西跟台湾就不一样了。 台湾一度很强,但是问题是政府要怎么保护呢? 我们现在怎么保护呢? 人家有线电视、微信电视的东西结合起来之后, 然后上游的频道发,然后下游的通路多。 所以因此你怎么去处理? 所以因此就会使得我们这个无线电视在台湾,紧接败推。 败到现在为止,真的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 然后突然间你告诉他说, 从现在开始我们来发展数位,没钱,还在发展数位。 快喝西北风了,还在发展数位。 所以因此他就会说,你要发展数位可以给我钱。 政府就要说,那就给钱了。 给钱的条件,你要听我话。 就这么简单。 可是听我话,人家外面怎么看你? 听你的话,你是谁? 要看你哪个是什么棋子,什么颜色。 所以开始质疑你,我要听你的话, 你听他的话,我就可以冻结你的预算。 所以一层就恶心巡逛。 因此无线电视,活在一个非常尴尬的时期, 在发展数位。 可是日本不一样,日本跟韩国不一样。 因为他目前不知道,还是强的。 特别是日本。 NHK的收视费。 全世界大概唯一的一个地方,就是用view fee, 还有韩国。 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跟各位说过, 韩国人比日本人更强。 日本现在NHK收费,已经有一半人不交了。 一半人不想交了。 为什么? 看无线电视收费,你去跟他说, 嗨,借借。 那个,你上礼拜有没有看NHK? 你当然说摇头,对不对? 因为我明明知道你家里有电视, 有电视叫贾费。 但是你摇头,我不敢收钱。 像来跟我收钱,我在日本住的时候, 他跟我收钱。 我是中等,我日语完全不懂。 因为他跟我收费的时候,我就更听不懂。 他怎么敢收费?不敢收费啊。 那这种人,他怎么收费? 不敢收费。 不能收费的话,一家不能收费, 两家不能收费,三家不能收费, 就越来越少。 那韩国人就不一样了。 跟我玩这一套,跟我玩这一套, 来,跟电力公司合作。 不收费,电关掉。 韩国人到目前为止,收费很简单, 所以KPS告诉我说, KPS到现在为止告诉我说, 收费在韩国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跟电力公司合作。 我说全世界最狠的一个国家, 比中国大国还狠。 但是他目前为止呢? 钱多了不得了。 他就把KPS去投资MBC, 然后MBC就开始发展, 拍那个什么呢? 大长津拍那个电影都没有了, 还卖给韩流, 然后KPS专门做什么呢? 做那个国家的政府政策, 然后再发展那个什么? 西门频道, 由他来处理它。 所以, 韩国到目前为止, 西门频道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我就问他说, 你们可以发展两个啊? 政府不准, 不给频道。 那台湾呢? 不得不给。 你看,七个。 这个什么? 西门的专业频道, SNG车, 快九十步了, 九十步。 在街上乱跑。 在吃面的时候, 还看到SNG车在旁边, 中国家。 这个是, 在全世界荒谬之大。 我从来没有观过一个国家, 说SNG车在吃面的面台可以看得到。 这种感觉太多了, 这种感觉太多了, 这种多到赛斯, 让我们受不了。 那日本人就不一样了。 日本发展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知道, 它那个数位的发展过程, 它有它的计划。 你看, 2011, 这不叫大家说好了, 还是上台语的默契。 美国也说2011, 日本人也说2011, 台湾也说2011。 结果大陆好像不认同。 大陆认为是2009, 他还是早一点点。 也许2010, 他最后最后2010。 而且呢, 他才走出自己的独一的中规, 自己的规。 干嘛用美规, 用我干嘛去欧规。 我自己十二十三亿人口, 我干嘛去用别人规。 我的经济市场够不够大。 可能吗? 这样台湾很快就会。 那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市场更大了。 所以我在想, 如果说今天我们来看日本的时候, 回过头来, 在看这个事情, 就发现了日本人, 真的有他们一套。 他没有像韩国人那么彪悍, 但是至少, 末期为止, 他在做那个什么, 内力回收的时候, 他有一些什么想法。 但这想法里面就是有一个问题了, 像卡培罗。 他也会碰到这个问题。 有碍于电视机的旧版新的回收问题。 还有那个, gap filler, 这是gap filler。 一个是接收进去的问题, 一个gap filler的问题。 就是他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中计站, 那个小的补锡站的问题。 所以受据的情况之下, 要完成转机计划实在有一点点困难。 所以连日本人都感觉, 这个东西是有一点点困难的话, 大概全世界各国都会碰到现在很多问题。 好, 这有困难的情况之下, 我们来看一下, 数位播送的收市的世代, 这个世代就是我们说的户了, 多少户了。 收市户, 收市户。 到2011年的时候, 他会有四千万户。 八成了, 八成了。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他于2009年的时候, 胜规模可以到了一丈。 这么多人, 这么多钱。 出一三就对吧, 出一三。 日本人, 日本钱换我们的钱, 都出一三就对吧。 好, 我来看一下。 所以这里面他当然有一些相关的措施。 你回想一下, 台湾是不是如此。 第一个, 先把所谓的媒体数位化。 不是数位媒体, 先做媒体数位化。 所以因此电视台里面的一些摄影机, 全部往台湾掉。 那台湾掉以后呢, 救机会减价折旧。 第二个, 因为日本人他自己生产收入引擎, 所以基本上要讲这个款。 第二个呢, 编辑这种后置, 还有播送的这个东西。 编辑这种剪接的后置的东西, 跟我们传输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没问题。 没问题之后呢, 接下来, 他们目前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是我们地区里播送的百分之百的程度里面, 其余效性。 那播送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gap filter。 这个gap filter, 一向朝向, 数位的话卖进。 那以台湾来讲, 大概以目前为止, 我们的类比的转货带, 大概转过一百六十五个。 一百六十五个。 这个数字为什么我那么清楚? 因为我要解决那个, 原住民的收视不良的问题。 所以因此我, 我去做很多调查。 那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呢, 后来我算过。 如果说, 我们今天类比可以用一百六十五个, 来普及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的话, 未来要达到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的话, 我们必须要有四百个赞。 四百个赞。 也就是说, 一百六十五个赞是不够的。 为什么? 因为它会有很多的靴动, 因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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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会出现。 这是我们数位电视最麻烦的问题。 所以全世界都一样, 都碰到这个问题。 就是它的什么?覆盖率。 所以大的覆盖率很简单。 问题是什么? 电视之所以称为电视,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人权, 可以看到它。 我看电视是人权。 所以当有一天被提出来, 看不到电视的时候, 我看二零一一年, 那一天要收尾内部会有问题。 问题在哪里? 你先把那个收视不良的问题解决。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必人区区在下我推的, 叫共心共铁计划。 共心共铁计划, 就是在这种理念之下所推出来。 就怕哪一天, 我们在推数位电视的过程里面, 开始有所谓的收视不良的地方。 那收视不良是不良, 不是收视不到。 因为收视不良, 谁叫你住那边? 把人骂他一下, 那如果收视不到呢? 就不可以这样说了。 收视不到, 这个表示你有问题。 收视不良, 那我就认了。 收视不到。 所以这句话是有落差, 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别。 所以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人就开始把这部推, 叫共心共铁。 其实这个共心共铁, 其实在整个思考过程里面, 是很政治化, 我个人也不否认。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做对的, 让我们所谓的偏远地方的人, 可以看得到电视。 解决台湾的收视不良, 大概就有卫星一条路。 解决台湾的数据电视, 也是为了卫星这条路。 这就是我当时会去思考到说, 日本人在推动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某种程度要解决这个地方, 再多的转播站也不够。 那干脆走卫星。 那日本人好处在哪里? 我自己就有卫星。 毕国了,不一样。 毕国是没有卫星的, 我们必须要什么? 去跟新加坡合作。 还打的时候叫中兴一号, 新加坡一号, 新加坡一号就好笑, 一点都不叫中兴一号, 那个叫ST1, Singapore Telecom。 你怎么说中兴一号, 哪有什么中兴, 你怎么解释, 你翻译怎么翻译怎么翻译怎么。 所以台湾人来中国人, 要面子就这样子。 那叫中兴一号, 像新加坡一号就听了也听不懂。 你只是投资者, 你要搞清楚, 你看, 那不当是你们的, 不是你们的, 只是transpointer, 转平纪式给你一时间而已。 给中华电纪时间而已, 对不对? 不是这样子吗? 好了, 那这里面就会有很多转播站的一些投资设备, 他一定要用。 那这里面就是什么? 有一句话就是, 即使去除掉, 这小型转播站的地区涵盖率, 也会超过90%。 为了弥补这个市民的50%, 那怎么办? 所以这些民间公司, 它就会有负担回家中。 它应该好好到台湾来考察一下, 台湾做多金工地。 日本人早就可以做。 那日本人为什么不做? 日本人自己有卫星, 他为什么不做?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去研究过日本这个问题。 日本人在发展卫星过程里面, 某种程度, 它是一个非常天空必锁的国家。 有一个政策叫Open Sky Policy。 这个政策是在1975年被美国人提出来的。 提出来以后, 一直到后来, 日本人一直假装听不懂。 为什么? 日本人在发展卫星过程里面, 从来就是考虑到自给自主。 从来不喜欢外面的卫星进来。 所以在1992年的时候, Star TV进到日本, 日本人封锁掉, 不让你进来。 所以为什么他们压抑有线电视? 是因为压抑有线电视的话, 有线电视它没有结果内容。 他就要说天空里面有没有结果, 来弥补他的柜台的不足。 他柜台很多, 但是没有内容。 那这个对他讲, 是一个很难堪的事情。 所以日本人一不做二不休, 就封闭天空政策。 那一个封闭天空政策, 所以造成他们到目前为止。 其实他们对卫星, 他的想法里面, 不是补足他的什么, 叫转国战。 他是什么? 是发展高画质电视。 所以HTTV全部交给我钱。 那地面的所谓的收视不了的问题, 是交给谁呢? 交给夏威, 这个民间公司的处理。 所以民间公司这几台, 就哇哇叫了, 像富士TV、 朝日放送、 日本TV, 这些电视台, 他不像NHK那没有钱。 而且他还想想, 我干嘛跟你投资这个东西。 日本政府啊, 就强制他一定要做。 所以民间公司就跟台湾一样, 他的负担就会加重。 所以因为加重以后, 就会造成一些蛮紧张的对话。 好了, 就有这个东西出来了。 我想, 这个字很小的部分, 我们暂时不看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2011年, 2011年, 这个地方, 一定要完成, 完全达成。 它有三条线。 各位如果说注意的话, 它有三条线。 这三条线里面呢, 标准电视, 标准电视, 好, 这是一个专用的标准电视。 这个地方, 是一个HD的系统。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整个发展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到, 这一个整个六个MHz。 这早期, 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的NTSC系统, 就六个MHz。 它不像PL跟SIGM系统那么的快。 所以我们台湾, 韩国, 日本, 菲律宾这几个国家, 因为有第七舰队走过的一个国家。 所以它就必须要用NTSC。 但我们用NTSC的过程里面, 我们的频道就这么快。 那这个SIGMENT, 这个整个区域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这里面有标准的, 有Enhanced的, ETV的, ETV的, 还有呢? HighVision, 就是我们所谓的高画质电视。 这个高画质电视, 基本上来讲就是说, 它会占用太大的频道。 所以这里面是这样的, 当我是6MHz频道的时候, HD就是一个, 就占完了, 而且还不太够, 压缩以后不太够。 那如果说用标准电视的话, 它就可以压缩电子三个频道。 那当然也可以用这一种, 就是我6MHz频道, 我可以用所谓的简单的高画质。 高画质还分为三种, 低等高画质, 中等高画质, 高等高画质。 所以是高等高画质字吗? 是,我可以一个频道就一个频道, 那这样的话太浪费了。 所以干脆叫他, 你不要去玩这个地面的部分, 不要玩, 你干脆玩卫星。 那台湾目前为止, 是采取这一种, 第二种。 目前为止, 我们采取第二种。 那当然, 谢唐宁当院长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在开会, 我们就提出来说, 因为他不知道哪一个目标, 告诉他说, 日本可以做的, 我们当然可以做。 所以我们当然也要发展这个HDDD。 那我是反对的。 我就认为, 这个事情在全世界都一样, 高画质电视从来没有去考虑用行动无线电视, 无线电台。 为什么? 你这样弄到频宽干嘛呢? 找自己麻烦。 为了只是个面子的问题, 没有必要。 但是呢, 这个政策在谢院长的时候定了, 那书院长不懂, 所以他就管他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 这个东西还在走。 那我们也, 必须要在2008年, 就要完成一个HD的, 这么一个频宽出来。 但是我是总觉得好像怪怪的。 为什么? 高画质电视真的不太适合用在无线电视这个屏幕上面, 太浪费。 因为用在哪里? 有线电视跟卫星, 丢到那个上头去。 然后这边呢, 在发展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啊, 这一块这样使用是最有效率。 最有效率。 三个电视频道, 然后再加上行动的一些应用服务。 这样看起来就好像都有嘛, 都有。 品质也还好。 看电视这个就跟我们听广播一样。 什么叫做高画质? 电视你给它高画质的目的在哪里? 最好高品质就好了, 得比高画质。 为什么? 因为它品质稳定就可以了。 看电视就是一个消费行为。 你今天又不是有钱人在看剧场、电影院, 我们称为这个家庭区呢, 叫THX, 对不对? 那个东西。 那个家庭有这种环境。 THX并不是说一个THX就可以了。 它还必须要像这种环境。 结果买电视机的钱还比较便宜。 哇! 整个装潢的钱还比较贵。 对不对? 你家里面还装潢成这样子。 怎么可能? 对不对? 你又不是李涛,对不对? 他赚那么多钱。 李涛家里面就赚那么多钱。 很棒。 对不对? 他有钱了,他赚得很快。 那我不行。 我没有什么。 那你要讲, 我们今天是这样的, 输为电视里面要怎么用? 我是觉得啊, 这里面啊, 还在考虑。 每个家庭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怎么用? 搞得最后, 那个, 五家无情电视台还是五个频道。 不可以的。 那个东西你把丢给卫星。 所以未来我们要发展一个共进共铁里面。 我就特别强调说, 在共进共铁里面要有个地方空出来, 未来要迎接高画质电视的传说。 用这个地方来走才对的。 好, 那么这是一个时程。 一样, 定在2011年, 这个地方, 无限电视数位中止之后, 正式播出开始。 然后呢, 所谓的无限的数位, 数位中止之后, 应该类比, 不是数位, 类比中止之后, 正式开播。 然后接下来, 类比的播送中止。 对不对? 那这个中间呢, 这个过程里面, 大概只能发展, 像我们台湾到目前为止。 也是一样。 但是他们比我们好的, 全国的总局播送开始, 区域涵盖量到百分之七十六。 百分之七十六, 它没问题。 日本人呢, 在2005年的1月1号开始, 他们全天后绝一个数位频道在播出。 所以这个部分他们是做到的。 那日本人做事, 大概画图是算数的。 我们台湾画图是想象的。 所以我们画这个图是想象的。 这是日本人, 所以他是说到就做到。 所以日本他们做事情是这样的。 我说了, 我画了, 就是要做得到。 那我们台湾是画了, 爽了就好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再往前走。 你可以看到这个三个地方, 整个发展过程里面, 我们知道, 全日本到目前为止, 只有一个频道是全国联播。 NHK。 两个频道, NHK一号跟三号。 其他的都是地区号, Local。 你为什么跟他们说, 我到东京都这个, 可以看到四号、八号、 四号、六号、八号、十号、十二号。 不是还有五家无线电视台吗? 不是。 那五家电视台, 要看你的地方的人口密度, 还有它的那个使用率, 它的经济规模, 才容许你, 容许你做全国联播。 所以全国联播的只有NHK。 这是日本人呢, 他们在规划它的无线电视过程里面, 跟我们台湾不同思维, 不同想象, 台湾是什么? 三台就三台, 四台就五台就五台, 一定是所谓的全区联播, 是不太一样的。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 类比的变更, 类比频率的变更, 那么预计在2007年度的重置。 基本上来讲, 这个过程, 是有点小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从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 事实上, 它预计2007年开始, 停掉, 那是很难。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会有几个问题点, 第二个问题点在哪里? 你的电视机内建, 你的Tune要Bewin, 要Bewin进去嘛, 可是要Bewin的时候, 2007他们就开始内藏, 无线电视接收器, 这里面的收货量, 平均每月收货量, 到了2004年的时候, 它累积多少? 累积到130万台。 它比我们快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电视机的输出国, 所以你当然它会在这个地方发展很快。 日本人是希望说什么? 它发展越快, 当然它未来的影音市场的占有率, 它能够普及。 但如果没有的话, 它就麻烦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 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强的地方。 所以各位看得到, 就是说, 还有内藏式的数位接收器的Digital Radio的电视机, 平均占全电视机的20%。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影响到, 它整个电视机的出货量, 还有这个数位电视机, 特别是PTP。 PTP这个东西, 它就平均在90%左右, 一斤的部分就40%。 让我们再看一下。 再往下走的话, 就全部都是有关的。 电视机, 所以我刚刚说了, 在发展数位过程里面, 有四个试探要注意的。 一块是消费者, 一块是内容业者, 一块是平台业者, 一块是机具业者。 那机具业者呢, 这个地方呢,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内藏式的无线电视接收器, 有无资价格等差别, 只有五万块的月。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 基本上要让你感觉到, 没有损失。 那消费者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 你去接收它。 那接收过程里面呢, 为了推广, 就跟台湾一样, 我们有所谓电视学会, 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学会。 一样的道理, 在日本呢,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 这种所说的播送的促进会, 无线电视的数位, 无线的数位广, 数位的播送, 还有这个无线的数位的促进会, 全国的会议。 所以这里面, 他们就开始来加进了。 加进来之后呢, 当然他们是希望说, 2011年的之后, 到时间外户。 所以到时间外户之后, 就会达到百分之九十。 所以这时候, 信号到百分之九十, 普及率到百分之八十。 这是我们在台湾所说的。 过去电信总局, 就是现在的NCCC, 他所说的。 当我们台湾的, 有那个数位电视普及率, 无线电视数位普及率, 到达八成五的时候, 我们就要终止类比来接收。 所以我预计是2011年。 但是, 真的是, 还有一点点的问号在里面。 为什么? 因为它不像日本, 台湾不像日本的环境, 能够, 真的能够这样子, 真的能够这样子。 那日本是强制要求他的地方电视台, 把数位放到百分之九十。 而且呢, 他的那个收视户里面的电视机, 放到八成。 我相信他们做得到。 因为他们电视机的出口国家。 所以他是用电视机来赚钱的, 所以当然他愿意。 好, 那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我想我们就很快把它带过去了。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技术性的东西, 我们就不谈了。 但是有一件事情, 是我刚才不断在提的, 就这个东西。 这叫Gap Filler。 Gap Filler就是那个小型的补系战。 什么叫系? 凤系? 大战跟大战中间有一小系。 有凤系, 我把它补进去。 所以凤系之外, 还有一些什么? 想有阴有阙的地方, 我当然要补系, 把它补进去。 所以我想这个叫补系, 凤系, 凤系战。 好, 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它带过去。 那我是希望说, 花一点点时间来谈一下, 另外一个内容。 特别是, 下面还有一个东西叫, 有线电视的数位的话, 这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数位内容。 我刚刚特别强调, 你把数位这个字拿掉, 大家都是内容。 唯一的不同在哪里, 就是数位内容是什么? 是一个数位媒体。 我生产的时候就考虑到我的传说。 我传说的时候就考虑到我的接收。 这才是数位内容的概念。 所以必须要从消费者的概念去看数位内容。 所以从内容, 一直到数位内容, 一直到通路, 播送媒体, 接收的进去。 这一排下来之后,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SNCRE。 所以, 当我今天内容的助材叫, SMMessage, 然后一直到Channel, Channel下来之后, Receive, 然后它的满意度, 然后它拿钱, 或广告, 然后接了下来, 又回来社团内容, 这SNCRE。 从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 你把投射过来以后, 这个地方叫什么? 商业化的内容要接了。 商业化的应用进来之后, 就有这些东西, 然后接下来。 卧料时, 它变成一个平台传输。 比如说, 我们有所谓的平面的业者, 我们有娱乐业者, 当然还有贵族业者, 还有影音业者。 这些业者呢, 不管你是什么业, 哪怕你是初晚业, 对不起, 你进来以后, 全部让它进去台词。 数位化, 说穿了, 就是要怎么收钱? 怎么收钱呢? 然后呢, 说穿了, 就是你的贫款, 要去规划。 到底要多少频道? 为什么? 为什么要考虑这个问题? 你当你给它这个东西, 你频道太快, 有没有? 好的不得了, 它接收的时候, 累了, 没有用, 对它想没有意义。